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的6月10号星期四,我们一起来继续聊菲律宾的事 这几天有小伙伴在问我说菲律宾入境的事情,说能不能过来旅游或者是过来从事商务活动 另一些小伙伴也在问我说这个6月份菲律宾会不会进入到这个疫情的拐点 那么今天我们就关于这两个问题再定期的回复一下 因为每个月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事情,所以每个月我们也都更新一下 也有一些新的政策会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首先来说入境菲律宾旅游暂时是不可以的 因为旅游前程也没有开放,即便现在你能来菲律宾旅游 如果回国政策不改变,就是三阴检测还有14天的酒店隔离 包括有些地方是21天,这个政策不改变的话 我觉得你的旅游成本有点高,还不如在国内去玩 但是你说我不想在国内去玩,就像出国来菲律宾玩的话 那我建议你沾段钱吧,以后来菲律宾玩个大的,时间长的 把那个年价也攒起来 确实有些小伙伴在问说那个现在这个疫苗护照有没有实施 居目前看呢,也现在就是欧洲几个吧 七八个国家现在已经开始实施这个事情了 那么即便呢菲律宾呢实施这个疫苗护照呢 我觉得啊,个人推断啊,也是先从这个东盟世国之间可能相互的走一走串一串 或者呢是点对点的啊,点对点的可能几个国家之间吧 相互的去走一走串一串 也不会一下啊,全球化的这个疫苗护照 我估计也都是试行啊,先走一个就是试验阶段吧,试行阶段 然后之后可能才会完全的放开 而且关键这里面问题有些复杂 就是说你说你打哪个品牌,品牌的这个疫苗是不是胡认 还是世卫组织认呢,咱都认对吧 我觉得有些额外的因素吧,可能会被考虑到里面 那么第二个呢,来菲律宾从事商业活动呢 我觉得也是看你的紧急程度吧 但是有两种事情啊,我就建议你再缓一缓 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只是过来呢 说我给,比如说跟找律师签个字这种事情呢 你就跟律师商量商量,能不能远程去签 对吧,远程去签 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吧,来了以后呢 着急忙活儿,把一些某些东西合同签了之后呢 律师告诉他,其实你在国内你把这东西一印过来就可以了 对吧,然后呢,签完以后,其实你也没什么别的事干 你说你好几万过来干嘛,我们身边限时的利益了 对吧,签合同,然后过来就签了三个字 然后就干什么事都结束了,等着吧 好,等多久也不知道,然后呢,律师还告诉他 其实你可以不来,对吧 你远程的那个把手印和那个签字发过来就可以了 你说你崩溃不崩溃,花好几万就过来干这事 对吧,然后现在回还不好回去了 还有些朋友呢,就是买这个买房 对吧,买房也是 怎么说呢,就是 从菲律宾人手里去买吧 先被忽悠着,可能就是说 先交了一些定金吧,几十万批的定金 着急忙活儿来了,说把这个围款赶快结了 就发现过了以后呢,两个没有 第一帝也没有,第二联系的人也没有了 然后明显就上当了嘛 对吧,所以你说你竟买不着 隔空买东西,千万不要这么干 你知道吧,就跟那个隔空给菲律宾驴油 两千美金是一个道理 你知道吧,这种东西啊 就是在菲律宾你尽量能见面交易 就见面交易啊,不见兔子不撒婴 要不然上当的可能性会非常的大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朋友们问说 六月份啊,这个菲律宾这个疫情有没有拐点啊 我个人并不是很乐观这个事情 虽然呢,很多朋友都提到说 菲律宾现在已经超过六百万人注射的新冠疫苗 但是很明显啊,就六百万对于 一点多个亿的这个菲律宾人来说啊 这个比例有点,着实有点低 着实有点低啊 当然了,就是 我觉得菲律宾民众呢,关于抗疫这个事情呢 抗疫情这个事情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疲劳期 就是很多人吧,我觉得上个月嘛 就是这种事情爆发特别多 比如说泳池派对啊,或者结婚派对啊 特别的多,因为大家 我觉得吧,就是怎么说 就是进到一匹道区对事情呢 可有可无的一个感觉 所以大家会聚在一起 所以造成这个病呢 会集中性的爆发感染啊 人数特别的多 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菲律宾的一个 泳池还是一个结婚派对上 对吧,二百多人举一个会 七十二个人被感染 七十二个人被确认啊 生下哪些,是不是最终被感染了 咱还不知道 因为他这个病吧 据说还有一些的 就是在菲律宾的一些情况表现呢 就是说,你很长的时间做这个 咽子测试呢,都是阴性的 但是你做血清,它就是阳性的 就是跟咽子测试测不出来 有这种情况发生 特别呢,在一些社区里面呢 很多人呢都开始就是卸掉防护了 比如说大家一起打篮球 对吧,打篮球你就不会戴口罩嘛 对吧,这边 遛孩子,集中一起遛孩子 带着孩子遛弯 很多这种事情,我身边有很多这种事情 能看得到的 所以我觉得吧,菲律宾的民众 关于抗疫这个事情呢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疲态 只不过呢是政府要求 那么出门呢还是要糊弄糊弄的 对吧,不能要糊弄糊弄吧 就是说还是要做一些防护的 但是真的只要回到社区里面 我就看这一条胡同里面 没有谁就是出来大街上冲凉什么的 真的是没有人去做这样的防护啊 这是民间的 但是我也不认为就是菲律宾政府呢 因为菲律宾政府嘛 现在也是把这个抗疫的事情 经常推给这个菲律宾民众 就说他们没有这个意识啊 他们做很多事情不靠谱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不是民间的事情啊 只是民间可能承担一部分责任吧 为什么呢 因为像我们是啊 就是这个疫情现在比较严重嘛 然后呢是现在这个菲律宾的榜首啊 这个疫情爆发率270%多 然后呢 13万的人 13万人的城市呢 现在确诊呢是活跃病例是600多人 这只是一个表面数据啊 先说这表面数据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副市场死了 我们副市场死了之前啊 曾经给我们市的这个议员发过一条重要的短信 这条短信还被报复出来了 发的是什么内容呢 说是要放下一切的这个证件 证件的意见 证件意见啊 就是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些意见 意义不同的东西 一致抗击病毒才是现在首要做的事情 这是副市场去世之前发出的最后一条短信 就说明什么实际上他们菲律宾的官方啊 有可能在这个抗击疫情跟这个采取一些政策手段的时候 关于疫情方面 其实他们内部是不同意见的 那很可能是不同意见的 这个这个东西可能有可能什么呢 就是说一个是出于可能一些各自团体啊 就是所代表利益的这个团体的一些一些东西 那么也有可能是一些自己的东西 对吧 很难说是什么 但是肯定是他们这些菲律宾政府之间这些官员之间 关于抗疫中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所以呢产生了一些在抗疫之间 每一个地区 每乃至整个国家层面的不同意 政策不能持久 一会一变啊 很多这样的方式 所以其实大家为什么会疲劳啊 就是已经习惯了 你就是无力去改变这样的事实 所以与其说抗争让你说去能变 让你这个菲律宾政府这政策能变得更好 那我不如就被动接受就好了 对吧 我活我的 对吧 赶上了就赶上了 赶不上就算了 就是完全靠上帝开盲盒的一个状态 基本上是这种情况 所以呢 我觉得6月份呢 你说这个菲律宾疫情拐点吧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但是我觉得菲律宾在6月份能做到两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第一个菲律宾能集齐全球所有的疫苗品牌啊 这是没问题的 对吧 这要一点 那要一点 这买一点 那买一点 那边求捐一点 对吧 集齐全球的疫苗这个品牌是没问题的 第二个 我估计啊 是可以集齐全球所有的这个新冠病毒 这个变种病毒的 对吧 现在不是要新增了日本的变种病毒 跟这个越南的变种病毒吗 我估计啊 6月份菲律宾就快把这龙珠全集齐了 至于召唤出这个 把所有的这个变病毒集齐之后 能召唤出什么样的神龙 做出什么样事情的后果 咱就不知道了啊 因为这也是一个盲盒 对吧 咱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总之吧 我觉得结论就是第一 不要着急来 第二 这个 我觉得6月份不会出现拐点 我觉得怎么着也是要10月份左右了 10月份左右 最起码这个疫苗的接种吧 一个多亿的人 最起码6000多万人 打完了之后 咱再说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明天我们再继续聊菲律宾的事 有点疯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